各位好,歡迎收看今日的Philip Channel 我是緋立資本管理投資經理劉曦聰,Roman 今天就和大家講講市況 星期一香港受到颱風苗拍的影響 加上當晚美國聯儲局公佈加息 本周港股表現反覆 受債在26,000點以上的阻力 恆新指數在高位整顧回調 市場明顯在25,600點以上顯現出一個阻力的情況 而這個次強非強的走勢 亦都令人難以估計後市的走向 恆新指數在本日收市較前高位26,090點的位置 下調了464點,屬於一個小幅度的調整 而資金數據方面 截至今日6月16日半日資金流向數據 我們可以看到港股通的資金南下的情況 已經較數日前有一個較突破性的情況發展了出來 單單在半日裡面的時間 南下的資金流入了9.4億 已經是上日收市多出了2.3倍 而我們可見到這個就是資金的取貸不同了 大家適宜留意下後市南下資金 他們主要賣入的股份 相信有一個很重要的啟示性作用 至於這個部署方面 短期恆新指數維持一個整固格局的機會較大 預期下一波推動大市的動力來源 仍然是以這個美股為一個主力 而另一個著眼點就是 這個今日北韓釋放了美國人質的事件 事情的發展我們可以預見到 將會有機會觸發新一輪的北韓和美國的對決 這個局勢暫時維持著一個不明朗 而我們建議在這個金融投資操作上 我們適宜暫時靜候外圍的事態發展 等到大市的情況有所明朗化之後 或者有一定幅度的調整之後 才進場吸納為之一個上策 我今天的介紹是這麼多 多謝各位 yer四角來到大視野 都可以做到好 門櫃 西柑 我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